好,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小学国学的课堂 那今天呢,陈静老师带给大家的是我们的第五讲 讲的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在唐宋的时候 在散文界非常有名的男子天团,唐宋八大家 那同学们都知道啊,在唐宋的时候 人们喜欢没事做诗啊,写散文 那他们八个人呢,在散文界可以说是非常有名气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成员都有哪些 首先,唐代的有韩玉和柳宗元 宋代的有三苏,就是苏巡,苏哲,苏氏 还有呢,曾拱,王安石和欧阳修 那么他们的领域可以说是散文界 大家要注意啊,这里并不是说李白杜甫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推动了散文的发展 好,那这么多人我们该怎么样去记忆呢 这里呢,老师给大家提供一个口诀 看看你能不能在一分钟之内把它背下来 唐寒柳,宋曾王,还有欧阳和三苏 唐寒柳是什么意思呢 唐代有两个人,韩玉和柳宗元 宋曾王,就是宋代有曾拱和王安石 还有谁啊,欧阳修和三苏,就是我们说的苏氏,苏哲和苏巡了 好,接下来啊,让我分别每一个人给同学们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看,唐宋八达家之首的是韩玉 为什么说他是之首呢 因为他推动了这个古诗文的发展 让散文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当中 首先他的字是退之 是称韩昌黎,韩吏布和韩文公 为什么叫做韩吏布呢 因为他曾经担任吏布侍郎这样的工作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我们喜欢用人的古代人 喜欢用人的官称来称呼这个人 他的朝代是在唐朝 文学主张他反对魏晋以来的平文 所谓的平文呢,就是非常要求格律 要求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要怎么样 遵循一个很严格的标准 那么他提倡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 他觉得要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 以文再道 什么叫做以文再道呢 就是用文字来说清道理,说明道理 他呢和柳宗元共同是这个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所以两个人也并称韩柳 那么他们两个人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他这位非常得力的队友 柳宗元 柳宗元自子后 是称柳河东,河东先生,因为他是河东人 朝代是唐朝 他的代表作我们都学过江雪 还有就是永州八纪 这个我们要到初中才会接触到 那么他呢和韩玉一起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两个人共同推进了古文的发展道路 同学们还记得江雪这首诗怎么背吗 千山鸟飞绝,万静人宗灭 孤舟梭利翁,独调寒江雪 好,同学们要在这里注意梭和利两个字的写法 首先梭字是草字头,利字是竹字头 那关于这个呀,还有一个故事 其实是当时一个官府当官的 然后请了一些文人默克过来喝酒 设立一个宴席 每个人呢发一张纸,让他们写一写 歌颂一下自己的功德 那当时柳宗园呢不喜欢这样的风气 他就在纸上写下了千万孤独四个字 就把这个当作作品交给了这个张时的知府 那知府看过之后肯定很不高兴啊 那他的合同,柳宗园的合同 看到了这一幕之后呢就心里很着急 所以他就把这张纸偷偷的又拿了回来 然后呢,当时呢柳宗园已经大醉不醒了 那合同怎么办呢 他又想保护自己的主人 于是啊,他就看到了这样一幅场景 在这个茫茫的江上 有一幅,有一页孤舟 然后呢,孤舟上有一个老头 在独独的干嘛 拿着鱼竿钓鱼 所以他灵机一动就把这首诗填上了 正好前面的四个字就是千万孤独四个字 那么可以说这个只是民间的一个传说 我们还是认为这首诗的作者是柳宗园 好了,我们看看下一位 我们管他叫做三苏小分队的队长 为什么呢?因为苏寻是三苏里面的爸爸 我们来看看关于他,我们知道哪些 首先他的字,名允,号老全 士称三苏,他们三个人合称三苏 朝代呢,是北宋的时候 他的文学特点啊,是言当事之要 散文呢,论据有力,论点鲜明 艺术风格多变 什么叫做言当事之要呢? 就是他喜欢说一些当事时下的 人民生活啊,存在哪些疾苦啊 政府的统治出现哪些问题啊 他喜欢说一些实在的东西 其他的技能 我们说啊,三苏,苏门三父子 他们都是多才多艺的 每个人都掌握了其他的一些技能 我们看看,首先这个当爸爸的 他掌握了哪些技能 那么同样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拱 曾经说过 他这个人啊,颇喜言兵 什么意思呢?就是特别喜欢讨论军事 他呢,不仅喜欢讨论军事 而且创造了独特的一种普利 叫做苏式普利 那么到现在还被沿用至今 好,我们来看看接下来 就是最有名的苏式 苏式,我们字子瞻 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 好,东坡居士 朝代也是宋朝的时候 他的代表作除了我们学过的 都有哪些提西林弊 还有尹湖上出行后雨 还有慧虫春江晚景 还有念奴交和水调歌头 可能同学们还没有接触到 不过没关系 好,他的文学特点呢 是豪放派的词人 和亲戚集非常的相似 所以两个人也合称苏心 什么叫做豪放派吗? 就是他的这个诗词呢 非常善用比喻和夸张 这样的修辞手法 那么他强调啊 文章要有为而做 崇尚自然 摆脱了便文的那种束缚 什么叫做有为而做呢? 就是你写出来的这个文章 要有用,说白了 其他的技能 他除了擅长写诗,写散文 还干嘛? 擅长书法,行书和楷书 还有花莫竹 此次呢 他对医药界 烹饪界和水利 也有所贡献 好,下面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 他的慧虫春江丸井 看到下面这幅图 有桃花 水面上有鸭子 可以想到了吗? 慧虫春江丸井怎么背来着? 竹外桃花 三两只 春江水暖 鸭咸之 楼蒿满地 卢牙短 正是河豚 玉上石 在这里呢 我们要注意诗中出现的几种植物啊 有桃花 还有呢 楼蒿 卢牙 几种动物呢 是鸭子和河豚 所以呢 当如果出题人让你写出 含有两种动物的诗句 你是不是就可以把这首诗写在上面 那在这里呢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这个楼蒿两个字的字形和字音 首先楼是竹子头 蒿是草子头 好 项目里我们来看看 三苏小分队最后一位成员 苏哲 苏哲自 紫游 那么他的朝代是宋朝 他的文学特点是风格很淳朴 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大气晚成的人 那么他到晚年的时候呢 这个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 他对作品呢 也是逐渐的深刻 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他的其他技能啊 是擅长史论和政论 在革新政治上颇有见底 那么同时呢 王安石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政治家 但是两个人互相反对 他反对王安石的变法 好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位 欧阳修 我们在小学阶段呢 可能对他了解并不是很深 但是他是当时散文界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 那么唐宋八达家里的很多人 都曾经是他的徒弟 欧阳修 号醉翁 晚年又号六一居士 他的朝代也是北宋的时候 他是有名的政治家 文学家 史学家和诗人 他呢 是我国古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 他的文学成就啊 除了在继承了寒柳的基础之上呢 又自己独创了一套文学风格 那么对之后明星的散文作品呢 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他的艺术风格呢 提倡文以名道 就是文章用来说明道理 提倡简明自然的文风 他呢叙事清洗思维条理很清楚 好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一位 宋代小分队成员之一 王安石 王安石我们学过他的博传瓜忠 我们来看看关于他的资料 首先 浩半山 朝代是北宋 他的籍贯是林川 严复领人 所以也有人管他叫做王林川 他的职业 政治家 文学家 思想家和改革家 刚才我们说过了 苏哲和他互相反对 苏哲反对了王安石的变法 他的代表作有 贵之乡和博传瓜州 作品集 王林川集 看到了吗 这里王林川三个字就出现了 那么他的文学成就啊 是推动了北宋中期的 诗文革新运动 他的艺术风格是以正论文件长 他喜欢用文章和政治相辅相成 他认为啊这个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 才是最重要的 他的文章呢 观点很鲜明 言辞很犀利 好 接下来啊 我们来复习一下博传瓜州这篇文章 那老师在这里想问大家 你觉得这首诗哪一个字用的最好呢 我觉得这首诗用的最好的是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 为什么呢 绿色本来是一种颜色 它是一种形容词 可是在这里王安石把它用作了始动用法 就是春风让江南岸上的草怎么样 又变绿了 那传说中啊 王安石这一个字斟酌了很久 他尝试用其他的字 比如说波 比如说吹 来代替绿这个字 可是效果都没有这样的传声 所以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宋代小分队的最后一名成员 叫做曾拱 曾拱虽然我们对他了解并不多 但是他其实在当时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 自子顾 朝代是北宋 他是建昌南风人 所以是称南风先生 那么他的文学成就啊 非常的高 是北宋诗文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同时也是新古文运动的这个骨干 主要骨干 他主张文以名道 风格呢 自然淳朴 他的叙事文完整严谨 那么他的议论文呢 思维清晰 好 接下来呀 老师先消失一会儿 给大家捋一捋唐宋八大家之间的关系 首先 唐代的两个人是 唐 韩 柳 韩玉和柳宗元 那么关于韩玉呢 我们知道他是唐宋八大家之首 柳宗元我们学习过他的江雪 还记得千万孤独那个小故事吗 好 苏巡 苏哲和苏氏 他们三个人是什么关系呢 苏巡是他们的爸爸 苏哲和苏氏 互为兄弟 那么刚才我们说过了 欧阳修曾经是很多人的老师 包括曾拱和王安石 其实之后呢 欧阳修又当了苏氏的老师 传说中啊 苏氏在这个科举考试的时候 其实答卷答得非常的好 但是 当时欧阳修是这个乐卷人 那他看到了苏氏的卷子之后呢 他觉得 这好像是自己学生曾拱的作品 所以他为了避嫌 给了苏氏一个第二名 最后啊 真相大白之后呢 欧阳修觉得苏氏一个年轻人 非常的有才华 那么两个人呢 互相惺惺相惜 最后也变成了非常 关系非常好的师生 那关于王安石 我们学过他的梅花 墙角树枝梅 临寒独自开 摇之不是雪 没有暗香来 好 接下来 我们来温故之心哈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题 唐宋八大家之首是什么朝代的 谁 他的字是什么 与谁并称寒柳 你答对了吗 再看第二题 唐宋八大家指的是 他们是什么家 是诗人吗 不是 是散文家 其中唐代的有谁 宋代的有谁 记得我们的口诀吗 唐 寒柳 宋 曾王 还有欧阳 和三苏 这样答案就出来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 他们的师父 欧阳修哈 欧阳修 字 什么 号 什么 晚年 幼号 他给自己取的名字 叫什么来着 什么时期的 政治家 文学家 史学家 和诗人 这些同学们相对来讲 应该是非常简单啦 好 苏门三父子 说的是父亲 他们的父亲是苏 寻 哥哥 苏 氏 弟弟 苏 哲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老师今天给大家介绍了一个 唐宋八大家 男子天团 那这些人都深深的印在你的脑海里吗 好 我们下节课再见吧